请坐谢谢 这就是手机拍片均匀的开镜仪式 讲师吴凯儿活泼的开场模式 让在场学员精神大为振奋 这是由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与中家宽平吉隆合办的媒体试读课程 由业界讲师吴凯儿导演教导学员 如何用手机拍摄剪辑完成高水准的影片 吴凯儿说除了学习拍摄剪辑技巧 最好的方式还是多拍多剪 熟人生巧 现在人手艺机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我们每天出门 其实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摄影机 那如果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手机 随时看到美景 美的人事物的话就拿出来练习 这样就可以培养出一个美的摄影眼的概念 金融市政府观及城市行销处长 曾志文特别出席 基隆高中场次的媒体试读课程 所以希望高中学子有辨别讯息 真假的能力 更透过学习使用媒体工具 加入公民记者行列 在社会发挥影响力 也实现媒体禁用的精神 我们邀请到多位的知名的媒体人 那来告诉大家用什么软体 或用什么方式 我们可以来识别这样的一个假讯息的方法 那另外我们也希望 借由这个媒体试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时代呢 能够制作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影片 用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来教导个大家 那希望不仅仅是了解 也不仅仅是认识 更可以亲近或者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媒体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今年也特别跟基隆来做一个合作 那希望能够借公民记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让大家一起来参与 内容丰富的媒体试图课程 也让基隆高中校长大为肯定 如何让这孩子呢 在众多的资讯里面呢 去分辨何谓是真何谓是假 它的价值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们借由今天的研习 让孩子能够去学习 如何去用手机拍片 更重要的是 要让他能够传达正确的一个资讯 多年来持续与基隆市政府方面合作 在校园推广媒体试图课程的中家宽屏集中方面 期盼借此让年轻学子不仅成为聪明的乐听人 更能化被动为主动 透过影音创作 关怀社会聚焦地方 我们很高兴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跟中家宽屏集中一起来推动 媒体试图的教育课程 另外我们中家集团也提出了 公民记者的培训计划 我们希望除了认识媒体试图 这一个基本的推动之外 也能透过这样的学习 变成一个合格的公民记者 去发现事实的真相 我们也欢迎我们基隆的市民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一个媒体素养的培养 这项媒体试图课程共规划举办10场 除了实体上课外 还有线上课程 想要参加的民众 请把握时间上官网查询报名 美丽基隆政策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道 提供 将图 进入